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复产科医生 复产科医生 我之前有过100天的壁骨经历 也有15天的都有 之前150多斤壁骨的时候就剩90多斤了 然后最近一年都 我怎么老是进入不了那种壁骨状态了 每次接信息也很容易接到信息 然后就是避到两天了三天了以后 就感觉有点个不舒服了 然后自己就想放弃 没有以前那种执着的那种信念了 那种精神那种力量怎么就没有了 我每天早上起来 其实五点钟就起来跑步了 就是慢跑 就是六公里左右 每天都是做大爱 从内到外 从外到内的都是要做大爱战争法 但是我觉得工作做的也挺扎实的 一直没有间断过 但是就是壁骨 就是好像 壁骨好了呢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原因 好听懂了 真的没学好 真的没学好 你这个问题其实挺普遍的 是 你让我说你应该生活都不错 身体也比较好 应该有五十多岁了吧 六十了 哎呀六十岁每天跑不能跑 几公里 六公里 我告诉你 一口气跑六公里 一口气跑六公里 好好讲 百分之九十九的六十岁的人做不到 大家都是 都是让说我 我今天五十岁 我别说了 别说六公里 零点六公里 我都跑不下 我能走下来 六公里 十六公里 我都能走下来 但让我跑 我真的做不到 你不能给自己要求太高 你不能给自己设定再高 太高了 你曾经壁骨一百天 我刚才在讲股票 股票不可能一口气一直上涨 不是说你这次壁骨一百天 你下次壁骨七天十四天就很轻松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就在学的 传统文化 跟你那个西医的那个理论是完全相反 不一样 他里边有很多的暴谬 别说是你了 包括我 包括我们钟南山 这些导师 其实所有人都会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我曾经壁骨一百天 我现在怎么连七天都壁不了了 是不是 我来告诉你啊 跟其他的同学也一样 谁告诉你 就必须得要 这次要避七天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自己没学好 没有顺其自然 怎么叫自然 咱们经常讲一个词叫养育 你知道什么叫养育吗 我来告诉你 就是跟你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话都是相反的 你的那些认识 你的观念没有改变 你没有学好就在这 没有听懂我的课 你比如说我怎么没有刚才那种执着的精神了 没有原来那种执着的精神 这是你的原话 我们的课程就是要学的不要有那种执着的精神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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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在我们这里就是很蠢的很傻的很愚昧的 我们要不执着 上次能避了一百天就像今天在发信息大家都在接信息 有的人没接到信息肯定有没接到信息怎么样 很好 接到信息当然好没接到信息也很好 我闭股了一百天很好 我闭了两天也很好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有闭股两天三天的精力 这不是这样的 你已经超越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非得要超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 你非得要做那个 是吧 这就有点过 这就有点过 这就违背了我们这个顺其自然 自然是什么意思 自然它有自然的规律 到了冬天它就会冷 到了春天它会暖和 它会开花 到了夏天 现在这个夏天它就会热 这是规律 就像为什么人刚开始的时候 闭股往往闭得很好 一次闭一次 这次闭了十四天 我下次一定要超过它 下次一定要超过自己的上次 你闭股一百天以后 我告诉你 闭二十八天都不带劲 为什么 上次都闭了一百天了 是不是 还有一个 为啥每次都能接到信息 就是闭不了 谁让你每次都接信息的 不要每次都接信息 不要每次都闭股 养育 对你来说 最简单的 给自己定一个新的目标 三年之内 不允许闭股 一天都不闭 为什么 闭股已经是 那个台阶已经过了 你要上新的台 对你来说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学的这些课程 跟你以前的一些认知 都是相反的 你要认识 我们现在要学的是 无执着 无执固无师 是不是 你还停留在以前那个 执着的精神 我们把那叫傻逼的精神 是不是 你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啊 手里我看你挂了那些佛珠 那么长的 那是学什么呢 就要学这个无执着 执着在佛法里边 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那就是 人类的痛苦就来源于执着 卖大雅 不是 我 我 你 我